这种财富是真的没错 不过有的时候在一些政策上面 又显得相当的大方 充满了很多面向的关怀 我们暂停看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的是 在台湾念书的大陆学生 未来会通通纳入全民健保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第22条的修正草案 那么这一项修正草案 以今天的宴会 那么审查通过 大陆来台1800多名学生 未来将可纳入全民健保 陆生保费每人每月749块 政府负担500元 修正草案一旦在立院三读通过 政府保障了陆生健康 却叫全民来买单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认为 健保亏损严重政策上路前 应该先检讨现行健保制度 我们就希望全盘来评量 解决健保 现在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而不是建树不建林而已 我们的看法是第一 如何计算这个健保的费率 如何规划 我们尊重主管机关 只要对陆生有公平的对待就好了 第二 目前从统计数据显示 这些年轻人如果纳保 应该不至于对健保财务 产生过大负担 政府积极照顾陆生 但台湾在对岸 近7000名留学生就没这么幸运 台湾约有一成是对岸大陆 提供学费的公费生 另外九成则是自费生 公费生享有免费医疗保险 而自费生只能靠自己 医疗费差距上百倍 那医疗费用的部分 差距是很大的 比如说以看一个小感冒来讲 公费生可能两三块人民币 含药钱就已经整个cover掉了 那自费生的部分 可能要一两百块人民币 保障真的差很大 教育部陆委会也承诺 会向对岸争取台生在大陆的医疗待遇 只是对岸还没有承诺 保障台湾学生的健康钱 马政府就急着先释出善意 秀出底牌 让人质疑未来拿什么筹码 跟对岸谈条件 一天是综合报道 讨讨论陆生 要纳入健保的话题 当然要请到陆生 来到我们的现场 欢迎的是我们的王同学 来自于北京 旁边的关同学 您是香港 香港 所以你算是外景 现在是乔生 乔生 乔生 所以你是有健保的 有 那每个要付多少 我们是一个学期 缴2000多块 一个学期2000多块 有部分是政府补贴吗 对 它是两个部分 乔生的话 是有300块是乔委会补助 然后有500块是卫生署补助 就跟一般的外籍生 跟外籍生 没有那300块乔委会的补助 那我代表的是台生 我现在也是在大陆 你是在台湾生的孩子 不是 我在大陆念书的台生 所以我也可以发表一下 我跟身为台生的角色 问一下王同学 你就没有健保在台湾 麻不麻烦 我觉得 我是没有在 我是没有看过病了 但是我有一个同学 他 你没看过病 你来多久没看过病 我才来一个多月 台湾的病毒还没有上升 是 我们的部长 蒋部长说 台湾 来到台湾念书的大陆的学生 大概都是20多岁的 年轻体壮的年轻人 所以基本上 也不会看什么病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政策 释出了善意跟美意 而且也花不到什么钱 你的看法是 我觉得这跟年龄没有关系 年龄没有关系 对啊 那跟什么有关系 我觉得 跟体质有关系 也不是 我觉得健保 它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你到一个地方去学习或者生活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医疗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很 所以像在你右手边 来自香港的朋友 乔生 他有健保 你那种话 你觉得不公平 对 很不公平 是 不公平 他有生气的感觉吗 那好 我们请三位来宾 先问一下 你们还是举个牌 给我们看一下 陆生如果纳入健保的话 您是赞成还是反对 请举牌 两位赞成 两位赞成是基于人道考量吗 其实我不觉得是人道考量 是身为老师的考量 其实我觉得就是 第一个 是谈判筹码的一个考量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给陆生健保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帮 在大陆的台生 争取一定程度的一个 谈判的一个筹码 或者是权益 这个部分 不太可能 没有关系 至少觉得就是 没有 我必须强调 因为我在当那么久 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 谈判筹码的一种 可能性的一个展现 那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刚刚聊到 就是我觉得一定程度 会有公平性的一种感觉 那你假设说 你不给陆生健保 那你给乔生 你给外籍人健保 你好歹要给我一个 坚实的理由 对 红卫 这个刚刚老师讲到这点 是还蛮重要的 因为在台湾 包括了外籍学生 包括了乔生 都有 目前都有 而且当时纳入健保的时候 反对声音都没那么大 那如果陆生 不能够加入健保的话 你觉得有没有 意识形态在里头 我觉得当然有 我想刚刚王同学会觉得 心里不舒服 就觉得我是被歧视 你有多感觉吗 有一点 我跟你讲 我曾经听过一个陆生讲 他说 如果你把我当成外国人 我就是外籍生 那你应该让我加入健保 那如果你把我当成同胞 那也应该加入健保 那现在我就是什么 有人可能当做敌国人 对 现在我是什么